疫苗陆续开打积极接种 全国三级警戒已经超过一个月 想恢复五月初的生活 但何时解封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台湾可以打越多越好 可是我们可以合理的估计 审慎乐观的估计说 当我们可以打到三到四成的时候 我们的疫情应该比较好控制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币 也认为高风险30%到40%的人 打完第一剂 距离解封初期目标就不远了 先考虑是不是以清零为目标 以澳洲为例 整整三个月达到清零 因此应该先以2.5级为目标 逐渐开放 不过专家张满继却没有这么乐观 小不忍则乱大谋 所以6月28号 我们的确现在已经开始控制 所以要在这边的时候 我建议要至少一个礼拜 多再加两个礼拜 然后全部都一直维持三期 真正使那个疫情 确诊数下降到个位数 或归零的话 那死亡人数再继续下降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赛 认为山脊警戒势必再延长 若贸然解封 人潮流动难管之 忧心会如国外疫情 再有第三波第四波 除了加强防疫疫苗 陆续到货 施打对象也继续往下开放 不少家长也期盼八月暑期课程 能否顺利开课 幼儿园啊 国小安清班啊 那过来很快的 我们会把老师啦 那补教的老师 就关于叫高中子以下 就因为他的一个对象 他会接触的对象群 基本上到目前还不能施打疫苗 才不会把这病毒带到 学生或小朋友的一个身上 把高接触的安清班老师纳入 接种对象 让更多人有保护力 现在中午看上了一题 SNG都看不到